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10月5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胡凱文 先跟大家說說今天的新聞提搖 香港知名作家李懿病逝 她由愛國到反共曾經說過 寧願做一個人都不做中國人 有英國媒體引述消息報導 中方要求駐港的外交官交出物業和住所的平面圖 引起被涉聽監控的疑慮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發表報告 透過詳細的訪問披露香港的公民社會 如何被《國安法》瓦解 詳細的新聞內容 北京在香港強推港區《國安法》之後 港府頻繁以勾結外國勢力的罪名 起訴民主派人士 趁北京傳媒也連番攻擊外國的外交官在香港的活動 英國傳媒最新披露 北京要求駐港外交市團 交出市管物業和職員的住所資料 包括平面圖和租任資料等等 引起外交官而慮 擔心被涉聽監控 由呂希 請問報導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三名消息人士報導 指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近月要求外國駐港外交市團 交出他們官方場所和職員住所的資料 包括平面圖、租任和銷售條款 以及租任和買賣合同 中方更要求外國市管職員 在搬入相關物業之前 需要經過中方審查 《金融時報》引述外交官表示 交出物業平面圖的要求 尤其令他們擔憂 擔心中方會利用這些資料 設置洩定裝備 使外國市團的物業 暴露於中方的間諜活動之下 正考慮如何回應中方的要求 而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就沒有回應《金融時報》的置評要求 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前僱員鄭文傑 在2019年8月 曾被中國公安拘留15天 他接受本台訪問時透露 他在被扣留期間 反覆被中國國安要求 畫出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各層的平面圖 以及交代每一個房間的用途 對中方進一步要求所有香港外國市團 交出物業和員工住所的平面圖等資料 他並不感到意外 認為這樣顯示中共對西方國家和民主政體 不信任甚至是恐懼 希望用一切方式 牢牢地掌控外交官在香港的活動 並且收緊香港作為中外交流窗口的角色 再主動一點 可能他們甚至會透過監控這些東西 去得到更加多 可能是司令館裏面不同國家之間交往的情報 資訊 利用這些資料 去鞏固中共政權的統治和利益 我想外交官在香港的行動自由 都會逐步受限 我覺得最終也會令中外之間的國際關係 會進一步惡化 《金融時報》引述前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唐偉康所表示 在2019年的香港巨變之前 中國外交部一直沒有把嚴控 中國國內外交官的做法放在香港 讓外國市團在香港可以順暢運作 協助中國和世界做生意 然而這種心態在當下似乎已經改變 轉為不歡迎外國市團 前香港駐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助理教授 王偉國接受本台訪問的時候表示 中方將對待外國駐華外交官的做法搬到香港 令外國質疑香港的一國兩制原則 是不是已經不復存在 淪為和其他中國城市一樣 他認為中方要求外國市團交出資料 是充滿敵意和不友善的做法 如果外國市團的物業被竊聽 將會增加市管職員的風險 特別是市管的香港僱員 他補充說 中國在當前的經濟困境之下 急需依靠香港吸收外國資金 如果再對外國駐港市團採取強硬態度 西方國家或不會再積極吸引本國公司到香港投資 不利於中國國家利益 根據《香港基本法》 香港的外交事務屬中國管轄 但中方過去一直沒有主動干涉 不過自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爆發 中國官方將矛頭指向美國等西方國家 指控有外國勢力策劃示威 並在2020年夏天急退港區國安法 以勾結外國勢力 起訴香港民主派人士 親北京媒體也以此抹黑外國的外交官在香港的活動 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個月後 由香港中聯辦控制的《大公報》和《文匯報》 曾經跟蹤美國駐港總領事史密客 並且以勾結外國勢力 形容他和香港民主派人士梁家傑 以及楊岳橋的會面 英國外交部去年年底 發佈香港半年報告書時 時任外相卓慧斯 直斥中港官員 頻繁以勾結外國的說法 歪曲外國政府 與香港不同政界人士對話的正常外交行為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CC 發表最新一份關於香港的報告 透過訪問幾十位現時和曾經在香港的公民組織 和立法會服務的人員 詳細披露香港的公民社會 如何被港區《國安法》瓦解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CC 在星期二發表一份長66頁 題為《香港公民社會從開放城市到恐懼之都》的報告 探討曾經充滿活力的香港公民社會 如何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兩年後被瓦解 報告訪問了42個現時和曾經在香港公民組織 和立法會服務的人員 並截錄了其中33個人的訪問內容 大部分都要求匿名以免危及自己或親友的安全 而據名的受訪者也大多是身處海外 報告指出香港的公民社會一度非常活躍 根據港府中策組在2004年的一份研究中指出 當時有大約55萬至71萬人參與義務工作 更說這是對全港整體的生活質素 和使人的個人發展有很大貢獻 而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 就是公民社會發展的頂峰 但隨即被中共以港區《國安法》鎮壓 報告指自從港區《國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實施以來 已經有過萬人被逮捕 包括公民社會領袖、社區組織者 和各界的專業人士 最常見的罪名包括恐怖活動、顛覆、分裂 和勾結外國勢力等 以及是動用刑事罪行條例之中的煽動罪 去控告異議者 甚至有人只是在法庭拍掌都被驅控 曾任國際特赦中國研究員 認為日本東京明治大學訪問學人 的潘家偉在報告中說 《國安法》意味著公民社會政治空間終結 中國共產黨認為他們正是 與香港的外國勢力進行生死搏鬥 中共是有決心要令香港的公民社會瓦解 一個身在香港但不願意具名的大學教授說 恐懼正是籠罩著整個社會 而一個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就形容 中國政府今天對香港的鎮壓 比港英政府在1966年和1967年鎮壓共產暴亂更嚴重 當時在警隊之中有一個部門對付反對陣營 但並沒有以言入罪 一個在《蘋果日報》工作超過20年的前編輯就說 當局一直都很想控制香港的獨立媒體 去到2021年這個政策急劇惡化 就是去限制那些可以控制的媒體 並消滅那些不可以控制的媒體 報告並沒有作出建議 但CCC曾經在7月 在一個有關香港公民社會被瓦解的聽證會後 發表一份提供香港檢控人員 在政治起訴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報告 指控香港律政司刑事檢控部門 在處理有關國安案件的時候 受到政治因素干預 有侵犯人權的跡象 其中確定了香港15名負責政治起訴的檢控人員 報告當時建議如果發現香港日後自由進一步受到侵蝕 美國政府應該和國際社會加強合作實施相關制裁 香港知名作家李儀 週三在台北國泰醫院病逝 中年87歲 至於李儀在臨終之前還有沒有遺憾呢? 李儀的朋友對本台說 李儀最掛心香港 但她已經無能為力 由愛國到反共 李儀曾經說過寧願做一個人 都不做中國人 那李儀對香港和中國帶來的是積極還是悲觀的意義呢? 和李儀相識已久的劉蕊少認為 中國官方糟蹋了李儀 以至一代知識分子的好意 但對民間認識國情和事物本質的這方面來說 就發揮到很長遠的影響 李儀受訪的時候曾經以這句話總結她的人生 悲觀不代表消極 而是你積極敢把握當下 不背負良心去做每一件事 由信音報導 香港知名作家李儀 星期三在台灣病世 享受87歲 李儀在1936年於廣州出身 本名為李炳堯 戰亂期間在1948年移居來港 1954年在鄉島中學畢業 李儀1970年曾經創辦立場親共的雜誌 70年代並擔任總編輯 自80年代李儀脫離左派 立場傾向批判中共 1984年雜誌根名為90年代 直至1998年停刊 李儀有人 曾任職雜誌90年代的資深傳媒人優近斯 向本台透露李儀離世時的情況 她說李儀這段時間做過兩次心臟手術 她的心臟本來就比較弱 被問到李儀有什麼遺冤或者遺憾 優近斯就這樣說 沒有什麼 她其實沒有特別 反正因為回憶錄也寫差不多 當然她最掛心的是香港 可是香港的話無能為力 優近斯還說李儀的朋友之後 都會幫忙出完這本書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 李儀選擇遠走台灣 她認為離開是完成最後的人生 關心兩岸三地民主運動 是知識分子的責任 來到台灣之後 她曾出席公開活動 《時代革命台不受影》 當時她就說 如果得人心者得天下的話 中共永遠得不到香港 李儀2020年初接受本台訪問時 回顧余半世紀的寫作生涯 她感嘆近年香港的前景只有悲觀 直至《反送中》運動 湧現了一群勇無抗爭的年輕人 展現無畏無懼的犧牲精神 令到她在晚年對香港重現希望 《反送中》這個雖然什麼都未得到 但有些事情已經很清楚 所有在香港爭民主的人 現在都是本土儀式 不論你曾經是大中華也好 曾經外國也好 曾經支持中國民主也好 現在大家都覺得 香港自主儀式是最重要 李儀從外國到反共 她曾經這樣說 如果我是記者 採訪新聞 我採訪到的東西 能夠如實報導 不需要被扭曲 不需要左山右山 不需要變成一個政治正確的報導 我可以做到這樣的記者 我也是做中國人 因為我教書可以憑我自己的學識去教 憑我的想法和知識去教學生 而不是要聽從政治正確的觀念 去扭曲我自己的思想 我也願意做一個中國人 如果不可以的話 那我就做一個人 不做中國人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向本台形容 李儀一輩子都在發揮中國知識分子的天跡 在困難重重下發揮知識分子的封骨 近年更表示對官方失望後絕望 他形容李儀是封骨之重 在80年代大陸開放的時候 對他們都比較重視 但是他沒有因為那個情況 而去謀取自己的利益 反而反過來 繼續去盡一個民間的聲音的作用 現在你再看看 很多人自己說話都不相信 但是他為了在建制裏面去尋求利益 他可以將今天的我打到昨天的我 李儀她從來沒有這樣的行動 那李儀對香港和中國帶來的 是積極還是悲觀的意義呢? 劉銳紹認為中國官方 糟蹋了李儀以致一代知識分子的好意 但對民間認識的過程 和事物本身這方面來說 就發揮到長遠的影響 當他萌失了 當他落後了 那段時候來說 你是沒辦法叫醒一些莊瑞的人 這個也是李儀先生經常提的問題 既然是這樣 倒不如先換醒民眾 有甚麼民眾就有甚麼政府 如果民眾自己本身是聰明的 就不會被官方的愚民政策欺騙 他到後期不斷從這方面努力 所以他的影響一定不會是一代人的 目前在台灣的香港時事評論員 桑普對本台指 雖然李儀以前是親共的骨幹人士 但後來又親共轉為反共 至香港反鋼鐵事件 誤拒共投 成幫論等出現 本土主義慢慢興起 可見李儀都有轉向 由西方左派轉向右派 並由大中華派 慢慢轉向近似獨派的情況 但並不是要主張香港獨立 他希望本土派就是說文化要自主 我們的政權要自主 他對一號兩制已經死是不可能 但仍然給很多年輕人一個 相當清晰的一種想法 他認為就是要將一些以前的權威打倒 但是天經地義的就不能否定 他覺得他一生就是一個不斷否定的人生 否定親共的變成反共 否定大中華的變成本土 否定他一些左派的轉向轉向右派 但是他向右派、向獨派 但我不認為他是一個真正的右派和獨派 因為他仍有一步之遙 桑浦還說 李儀讓人知道 人是有自省能力 從李儀身上 你會知道一個人是有自省能力的 年紀無關係的 是跟你本身 是不是能夠開懷、聆聽一些不同的想法 然後不斷反省自己的有關 去年3月才與李儀吃飯 送別她來台灣的香港作家陶傑 讚揚李儀是香港的文青之祖 她接受本台訪問時說 李儀的評論相當於盧迅 再過100年後看 還是富有新名歷 她形容李儀一生熱愛自由 但是就沒有失去過自由 李儀正因為有原則 說真話 成為受到人生攻擊最多的文化人 李儀在本台的專訪中 就曾用過這段說話 總結她的人生 悲觀而積的人生 對人本身是悲觀 樂觀者與悲觀者的分別是 悲觀者比樂觀者得到的資訊多很多 對人類社會越了解越難樂觀 但悲觀不代表消極 而是你積極把握當下 不背負良心去做每一件事 李儀告別式 將會在今個月22日 強硬表態向中共說白 由吳亦童潘嘉誠報導 指責並啟動中共吐露化的自關模式 說中共是為人民立黨 中共的領導權系 歷史的選擇和人民的選擇 在中共領導下 中國使得8億多人脫貧 14億人實現現代化 和創造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 長治九安兩大奇跡 並完成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歷程 該信仲段章取義 引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 阿什文主治理與創新中心 在2020年7月的一份調查報告 說超過90%的受訪者 對中共和政府感到滿意 以及今年1月 愛德曼公關公司 全球政府信任度調查中 91%的中國人信任期政府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還聲稱 這是全球範圍內的最高紀錄 信的最後寫道 任何聲稱尊重中國人民的人 都應該尊重歷史和事實 尊重中國人民選擇的發展道路和政治制度 尊重代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 任何撤斷中國共產黨 和中國人民血緣關係的企圖 都注定要失敗 對此蓬佩奧在推文中回應道 中共要我停止說真話 這個不會發生 並附上了這封信 丟入垃圾桶的表情符號 哈特遜研究所在其推特帳號 該研究所主席玉爾特斯的話強烈回擊 實施種族滅絕的中共 是中國人民的壓迫者 也都是全球自由民眾的敵人 中國人民知道這一點 美國人民也知道這一點 成為一位智者所言 事實是無法改變的東西 哈特遜研究所不會被這件事嚇到 呂美失明維權律師陳光誠向本臺表示 蓬佩奧視頻逐個擊穿了中共的謊言 才會引起他們大動乾淨 李鳳信毫無新意的再次重複他的謊言 陳光誠批評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堅持 戰狼甚至是瘋狗的外交 試圖為美國立規 但美國已經在對華政策上 做出清晰的改變 實際上就是古代所說的弄辰了 就是為了討皇的高興 根本就不顧事實 他們只是奉命來表演而已 由於美國多年的維靖政策 讓他們有空間來做這樣的惡事 可是新的形勢正在發生改變 中共想繼續像原來那個樣子 對美國進行滲透腐蝕 難度會越來越大 我對美國的未來發展 以及自由世界未來對中共的認真對待 都是充滿信心的 美國對華援助協會主席 傅希秋接受本台採訪時透露 美國德州參議員克魯茲 在慶祝該機構成立20週年的活動上 以中國駐美國大使館 在2017年 試圖干預德州政府官員和議員 會見蔡英文 及了指將中國駐美國大使館道路 命名為劉曉波路為例 指出近年 中共試圖為美國或者全世界立規 跟麥斯亞蓬佩奧的視頻 是同樣的性質 而且是再次濟出謊言 中共不能容忍 蓬佩奧向中國民眾直接的對話 這個算是中共跨境逼迫的一部分 它也是想透過這種手段 限制整個西方自由世界的言論自由 中共所謂的民意測驗這個數據 可以跟沙達摩有99%的支持率 相比较了 如果是中共真的代表了 中國人民的利益的話 失蹤了5年的維川律師 高之勝 千千萬萬的訪民 做酷刑的 709維川律師們 是被誰代表了呢 傅希秋也都讚賞了 哈德遜研究所不具中共施壓的立場 我希望一些美國親華機構 大學等以此為典範 拒絕同中方同流合污 今年5月 哈德遜研究所成立中國中心 美國華裔學者 蓬佩奧前首席顧問余茂春任主席 而蓬佩奧則擔任該機構的諮詢委員會主席 9月13日 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 宣布蓬佩奧將發布系列的視頻 以此與中國人民直接對話 蓬佩奧已經在9月14日的系列視頻的第一集 中國共產黨不代表中國人民 以及9月26日發布的第二集 中共對美國種族問題的謊言 在第一集的視頻中 蓬佩奧表示 接下來幾個月 他要透過這種方式 直接與中國人民談論美中關係 而他這樣做的直接原因 就是中國共產黨 不代表中國人民 在第二集的節目中 蓬佩奧表示 中共散播惡劣的謊言 將美國描述成種族主義國家 但事實是剛剛相反 美國比全球任何國家 吸引的移民都要多 而世界上等待美國簽證最長的隊伍 是在美國駐中國的領事館前 另外美國反對中共在新疆 西藏 內蒙古和其他地方的系統性種族主義 並為那裡的中國人發聲 蓬佩奧並指出 不可以否認的事實是 歷史上最反華的勢力是中國共產黨 他是建立一個滅殺了幾千萬中國人 已經破產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之上 他還發動了一場 摧毀了幾千年中華文化的文革 他們不能輕描淡寫地承認 這個只是錯誤 這些是犯罪 藉由亞洲電台潘家晴報導 在台北 國防部長邱國正星期三 前往立法院報告 並且接受質詢的時候說 以往台灣對兩岸開戰的規定 是中國對台開火視為第一擊 但是隨著情勢的轉變 台灣軍方已經將解放軍戰機 或者無人機進入領空 視為開戰的第一擊 對於美國中央情報局長 白欣斯警告 中國2027年會為武力犯台做好準備 邱國正重申 台灣軍方每一天都為開戰進行準備和訓練 由鍾廣正在台北報導 民進黨立委羅志正在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質詢邱國正關於兩岸戰爭第一擊的時候 國防部長邱國正表示 目前兩岸情勢已經改變 台灣修改了第一擊的定義 我們之前的說法 我們不會發第一槍 我們不會有第一擊 一定要承受對一擊之後我們有反擊 我們的戰略還是如此嗎 不 我跟委員報告 當初講說不打第一擊的原因 像他如果沒有對我們發起一擊 第一擊 就所謂炮彈飛彈等等 但現在這個已經很明顯改變了 是啊 它用無人機等等的 那我們把它已經調整 飛越了航空器 我把航空器 實體 我就認為它就算第一擊 邱國正承認解放軍8月軍演之後 海峽中線已經被打破 中線本來就是大家一個默契 它並沒有什麼條約 默契被它毀掉了 不是它的常態 但我們也並沒有改變 我們原本在中線以東這個地方 有一個訓練區 有什麼巡視區 這一點都沒有變的 它變它過來 過來以後 但我們也會堅持我們的 我們沒有退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 白欽私日前表示 習近平指示共軍2027年前 為翻臺做好準備 邱國正回應表示 他會參考上官立論 但台灣軍方每天都為作戰做準備 美國國會提出台灣政策法案規劃美方提供5年65億美金 軍隊員的軍員 台灣的武器選擇權會不會受到影響 成為傳媒關注焦點 邱國正回應傳媒提問的時候表示 台灣軍方有自己的計劃 不會受到影響 我們建軍備戰了 依據我們自己的規劃 一個案子的成立 先要報作需 為什麼要做作需 作戰的需求 但我們的大的方向出來了以後 不會講這因為美國 外國這個融資的問題 給我們多少資源 就要左右我們 這不會的 還有它有要件 我們有我們的一個基礎 跟一樣的條件 如果違反了我們這個基礎或條件的話 我們會跟它做個討論 它不能硬塞 它也不會硬塞 而且我也有這個責任 要堅持我們的立場 另外由於兩岸情勢緊張 邱國正證實 軍方正研究將男性二貿易服役期間 從目前的四個月延長為一年 但強調無法講出是哪日公佈 自由亞洲電台 中廣正台北報導 中國北方民族大學保衛處 近期向全校學生發出通知 要求學生上交護照 和前往港澳、台灣的通行證 校方的理由是加強管理 又作出威嚇指隱瞞護照者 後果自負 由古亭請問報導 繼中國政府官員、學校教師 以及國企科級以上幹部之後 近期首次傳出大學在校生 必須上交出境證件的消息 北方民族大學保衛處 兩星期前 在該校的網頁發出 關於上交學生恩師護照 和通行證的通知聲稱 至根據北方民族大學 學生出國管理暫行辦法的要求 為加強對學生護照等管理 從即日起 請各學院 將本學院所有學生 包括研究生和本科生 因試持有的護照 和港澳通行證 以及大陸往來台灣通行證的情況 進行統計 在2022年9月30日之前 將學生護照、港澳通行證 和大陸居民往來台灣通行證收齊 並且和學生的相關資料 包括姓名、學院、學號、民族和身份證號碼等 以紙質版 經學院領導簽字加蓋工章 交到保衛處縱合科 該通知還聲稱 因為漏報和門報 為學校造成不良後果的 由學生本人和學院負責 南京一位大學生 星期三告訴本台 他也聽到北方民族大學的學生 被要求上交護照 和港澳台通行證的消息 不過中國其他大學 還沒有出現這種情況 本台記者就此星期三 致電北方民族大學校長辦公室 但始終沒有人接聽 據公開信息顯示 位於寧夏省銀川市的北方民族大學 直屬於中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是中國唯一一間 在少數民族自治區的部位大學 該校的實事生和本科生有2萬多人 少數民族學生佔了6成 目前該校有來自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 56個民族的學生 最近幾年 中國出入警管理局 嚴格限制民眾出國 理由是疫情期間 非必要不要出國 大部分出入警管理局 停止發放 或者更換公民恩師護照 上海一位移民公司的員工朱欣對本台表示 近幾年 在海外留學沒有回來的人 越來越多 引起政府關注 他們都是學生 因為國家現在老齡化太嚴重了 現在國都想要年輕人 包括日本 那中國也肯定不希望這些學生出國留學 因為你出國留學 有可能就不回來了 人才流失說白了 那你現在大學他也要控制 主人透露近期很多人想出國 但申請不到護照 目前辦理移民的人 部分在疫情之前 已經開始辦理的民眾 如果現在才開始申請出國 已經遲了 去年3月 有推特網友傳出 中國公安部出入警管理局下發內部文件 按省直轄市 1、2、3院市步驟 逐步收回公民恩師個人護照 沒有辦法收回的情況 按取締處理 因公護照就必須是省級外辦 省外經委、國台辦 省公安廳、國安局 和國務院外事辦統一核准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新疆烏魯穆齊當局在星期二 宣布多項封城措施 全市各區縣的人員站不離屋 新疆暫停全疆離疆客運列車 而在封城的前一天 烏魯穆齊公安局就通報 將3個吹哨人行政拘留 理由是三人散布烏魯穆齊要封城等等 涉疫情的謠言 由方德浩潘家晴報導 綜合大陸媒體報導 烏魯穆齊市週二發布 關於烏魯穆齊市嚴防疫情風險外日工作措施的公告 公告中說 鑑於當前的疫情形勢和外日的風險 限定烏魯穆齊市各區縣人員暫時不要離開 又暫停全新疆離疆的客運列車 但是在烏魯穆齊市封城前一天 該市公安局卻發出通告 說該市有3人分別以虛構事實擾亂公共秩序 和尋忍滋事的罪名 處以行政拘留的處罰 對於烏魯穆齊封城 有網民講笑地說 謠言又變成謠謠領先的預言 也有網民嘲諷地說 各省都獨立算了 免得封來封去 老百姓遭殃 也有網民認為 這不是防疫 也是防止維吾爾人在二十大期間出來 自由亞洲電台判價情報道 臨近中共二十大的十一黃金州 不少中國人出遊 但是就遭到突如其來的封城防疫而被困 繼海南三亞之後 旅遊熱點雲南西雙板納 日前突然封城 過千遊客被困在機場 網上封傳多條的影片指 有大批公安特警 持槍械鎮壓遊客抗議 多人被打傷和拘捕 在中國堅持清零的政策下 全國三十多個省疫情持續 雲南省星期二新增72宗新冠病例 中國著名景點雲南省西雙板納 泰族自治州突然宣布 在當日下午2點開始全州封閉 所有人員非必要不離州 離州人員需要5天健康監察等等 當日網上傳出大量影片 片中指超過1500人被困在西雙板納機場 惹來民眾紛紛抗議 示威持續到深夜 現場有人控訴機場突然被封 有航班已經抵達 也被當局禁止登機 也有人批評 就算符合官方開出的離州條件也不准走 要求官方交代離開的具體安排 但卻沒有回音 據影片所見 機場附近滿步旅遊巴士 片中有人說 當局強行拉走遊客去集中隔離 遊客情緒激動 群起和防疫人員 公安理論 還高叫 叫你們的領導來 我要上飛機 讓我們出去 又唱起中國國歌 另外有多條影片說 大白機場持槍鎮壓 視頻顯示有大批 身穿白色防疫服裝 裝備著衝鋒槍和盾牌等武器裝備的武警 在機場維穩 惹來民眾恐慌 有旅客就質問 是要殺平民嗎 要殺人嗎 也有多名女士對磁槍大白理論 哭訴說我們只是普通老百姓 這裡有小朋友 你們要做些什麼 你們現在想怎樣 你們不是應該要保護我們的嗎 另外有影片顯示 現場當日晚上當局派出大量的警察包圍民眾 拉了多個遊客 並且強行拉他們上旅遊巴 片中傳來尖叫聲 有人大叫警察打人 相關影片目前在中國微博等等的社交平台被封鎖 有人轉載到海外推特上呼籲關注事件 中國在沒有預警下 封城防疫經常發生 包括今年8月初暑假旅遊旺季 海南旅遊城市三亞突然封城 十幾萬個遊客被逼制留多日 民眾批評不僅因為抗議而被鎮壓 更加是不滿被當地酒店和食肆 法國爛財 坐地起駕 無辜蒙受經濟損失 美國彭博通訊社在星期三發表特稿 認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過去十年 權力過度擴張 權力獨大 凌駕一切 削弱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 由方德浩 潘嘉青報導 彭博這篇特稿題為 《習近平的第一個十年》 使中國成為自信與焦慮的矛盾體 特稿指出 當習近平在2012年掌權時 他繼承了一個暴富的國家 而這個國家的執政黨 因幾十年的腐敗和權力下方而被削弱 沒多久之後 習近平公佈了他的民族復興中國夢 一場全面的運動 以重新確立黨的優勢地位 同時促進繁榮和愛國主義 特稿認為 愛人很難確定習近平中國夢的主要動機 無論是個人野心 對黨的心情 還是希望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國家 有一點是明確的 他現在是自毛澤東以來 全國最有權的人 在本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 他有一條明確的道路 來確保打破先例的第三個任期 文章強調 習近平不斷擴大的權力 也是以犧牲廣泛的社會經濟自由為代價 今天的中國 比習近平上台時 更加內向和保守 因為他在國內推動最大限度的控制 而在國外挑戰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 彭博又指 中國互聯網防火牆 將外國的思想 阻擋在中國的互聯網之外 清零封控使得外國公司不得不撤出 女權主義和同性戀權利 被嘲笑為西方的概念 少數民族文化 以及民族團結的名義被淨化 對非政府組織 中國政府也作出全面的鎮壓 香港城市大學研究中國政治的助理教授 劉東樞向彭博說 在政治上 你加強對社會的控制 是不可以持續的 這個可能為你爭取一些時間 或者為你爭取一些額外的穩定 但你遲早會需要解決這些問題 中國越是推遲這些政治改革 成本就越高 甚至是血腥的 自由亞洲電台潘家晴報導 中共二十大將會在今月十六日召開 但外媒對於習近平可能打破慣例 再度連任不多看好 英國《金融時報》在星期二發表評論 直指習近平第三個任期是悲劇性錯誤 因為習近平任內 中國的宏觀經濟、微觀經濟 以至環境問題都基本上沒有對證下約 並且預計習近平的下一個十年 將會比上一個十年更差 《金融時報》副主編和首席經濟評論員 玉爾夫 撰寫的文章指出 習近平沒多久將會被確認為 中共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的第三個任期 他取得如此不可挑戰的權力 對中國或者世界來說 絕對不是好事 文章認為 在十年的任期過後 即使是一流的領導人都會腐化 對於一個擁有不可挑戰的權力的人來說 其腐化往往會更快 在他所選擇的人的包圍下 專制者會變得越來越孤立和防衛 甚至是偏執 玉爾夫指 在習近平任內改革停止 決策自換 愚蠢的決定並沒有受到質疑 因此保持不變 習近平的動態清零防疫政策就是一個例子 玉爾夫預計 習近平的下一個十年將會比上一個十年更差 玉爾夫認為 在習近平任內 中國的宏觀經濟、微觀經濟和環境困難 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解決 他指中國宏觀經濟的根本問題是儲蓄過剩 隨之而來的就是投資過剩 以及隨之而來的非生產性債務不斷增加 微觀經濟問題是腐敗嚴重 政府任意干預私營企業和公共部門的浪費 此外環境政策方面 尤其是中國巨大的二氧化碳排放 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玉爾夫強調 這三個問題是雙負雙成的 如果不解決其他兩個問題 就無法解決其中一個問題 文章又指 習近平恢復中央集權並不令人驚訝 腐敗性行將會是不可避免的結果 文章認為 習近平將舊式的列寧主義正統思想 強加於今天高度複雜的中國 衝其量也只是一個死胡同 習近平無限期任職 對於中國本身和世界其他國家來說 都將會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更多詳盡的新聞和評論 請到本台月宇組的官網和社交媒體 收聽收看多謝 自由亞洲電台這一節的廣東話節目報道完畢 多謝收聽 再見 這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